在前陣子展場看到全榮豬WCF的GT 哇,就覺得還不到貨,因為真的拖了蠻久 沒想到這禮拜直接出了兩套給你 那第一套,第二彈系列 整個盒子合起來,你會覺得是一個超級大的場景組 盒子做的算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旁邊,這裡,都有人物 代理版 GT版的悟空,哇 看了這個臉部表情,你會覺得原廠把他的臉做的有點厚道了 其實我覺得一定可以再更好,但是 整個你拉近看,你就會覺得悟空的下巴變長了許多 那以臉部表情的塗裝做工來講是還算蠻OK的 頭髮分模線一樣的明顯,因為最主要是前面這一片瀏海 髮術感是給你出的,裡面的髮絲紋也不會過多 整個頭髮的 品質水準算還蠻OK 然後該有的肌肉線條全部完整呈現出來 護手腕的部分用的粉紅色 然而GT的 武道府我個人是相當喜歡,因為覺得非常好看 上半身呈現一個藍色的 然後褲子的部分是黃色,運用了這些皺褶感 都覺得相當不錯 尤其是這個 腰間的這個綁帶的部分 相當相當的好看 那鞋子一樣用一個霧黑的,然後上面你可以非常明顯看到 這裡 直接就是這樣一片 的異色 所以真的不得不說 切龍座的WCF真的跟其他的WCF 比起來品質 真的就是有比較差 超似霧吉塔 這一隻看起來真的還算蠻帥的 最主要它頭雕上面的 這頭髮 非常的茂盛 整個以臉部表情來講的話,算是 很到位的臉部表情 自信又驕傲 臉部的塗裝來講的話也算蠻OK的,做工也是 頭髮這邊 髮術感呈現的是大樹的,裡面的髮絲紋 也是 算比較少的 這樣子的一個呈現方式 哇,算是還蠻好看的 再加上前面兩條瀏海的地方 上半身這種小背心部分 你就可以看得到這種些許的異色 然後皮毛部分 個人是覺得可以接受 那後面 牛角的地方 這已經算是還不錯了 然後 膠帶這邊 膠帶這邊 真的算是很好看 下半身 褲子的地方 的皺褶感 呈現 鞋子是霧黑色的 然後綁帶部分 藍的 然後後面 尾巴部分 超級賽亞人大特的話 整隻這樣看起來目前做工 都還不錯 臉部表情就是賽亞人憤怒這種 狂吼的臉部表情 臉上的塗裝做工 非常OK 看到頭髮這裡就可以看到比較粗糙的部分 雖然法術感是給你大術的 幾乎沒有任何的髮織紋 但是 整個做工的粗糙感 這種粒粒的 你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邊 短髮的部分 但整隻如果你拉遠看的話 是 還滿OK的 上半身 黑色的衣服搭配的這個領巾 領巾部分做得非常好看 兩副耳皮手套 然後中間腰帶這邊 金屬的材質有呈現出來 穿著褲子 短褲的樣貌 造型算是還滿不錯的 然後靴子的部分 跟襪子 其實都還滿好看 成人物販超級賽亞人 說實在我真的非常不習慣 物販穿的這種 服裝然後頭髮是金色的模樣 但是在GT版 它的造型就是這樣 頭雕來講的話 算還OK 整個 以物販 在GT版的這種超級賽亞人造型 我真的覺得跟它 潛力時期的物販 真的帥度 差太多了 那頭髮 一樣跟泰倫克斯 的那一隻一樣 都會有一點 粗糙毛邊感 那你說 髮絲紋 還有 髮術感的呈現 其實算 還OK 那臉部塗裝來講的話 算不錯 上半身 西裝 西裝 然後是一個 鮮豔的藍色 然後中間 有的這個類似拉鏈的部分的 這種金屬材質 但你可以 非常清楚看到 綠色零帶 跟西裝的 這個V字零的這邊 異色的部分 算是相當的明顯 但是 西裝的這邊有 戳出一些 皺褶感 顯示出它肌肉 的感覺 那整個西裝後背還有 這邊 兩側 手臂的部分 都會覺得非常的緊繃 然後西裝褲的地方 的皺褶感 然後 當然就是配了皮鞋 霧黑色 烏普 哇這一隻烏普 看到真的是有點 令人吃驚 整體的質感 做工跟塗裝 似乎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 烏普在WCF真的是 鮮少出現 尤其又是這一種 戰鬥形態的樣子 整個臉部 的表情 超級無敵帥 塗裝做工 都非常的 夠水準 還有它頭髮這邊的呈現 髮術感無敵大 龐克頭風 的造型 哇你這樣看過來 真的是非常帥 然後上半身的這種衣服 小背心的部分 黑色圍底然後 圍繞的金邊部分 金邊有呈現出質感 然後再加上腰帶的部分 還有護手腕 金色的地方 你都覺得這一隻 塗裝跟做工真的 呈現出來的感覺相當棒以外 肌肉線條 的呈現 完整的呈現出來 這種烏普金狀的模樣 還有手臂上的肌肉 這一隻 相當相當之好看 下半身 這個褲子這邊的皺褶感 用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是層層堆疊的模樣 這樣看起來會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但實際上 我覺得它漸層就算有 但是會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前後 的部分 差異性其實算是超級無敵多 然後配上它這個靴子 哇這靴子橘色配的真好 然後鞋帶的部分是黃色的 這隻真的 超級帥 哇撒旦地球上的英雄 撒旦這個在GD版已經變成了一個禿頭的阿伯 跟他以往茂盛的這個 爆炸頭的造型 差的算是 非常的多 哇這個臉部表情 超讚 目前為止看來 就是烏浦跟這一隻 阿伯撒旦 做的真的是超級無敵好 整個臉部表情 不用說 塗裝做工 還有它的一些 這種 抬頭紋啊 或是其他 臉部的這一些 深淺的 漸層加上 它這個鬍子 鬍炸的部分 禿頭模樣 旁邊 後面也是延續了它以前爆炸頭的部分 這隻 超級好看的 胸毛 還有它 一直以來穿的武道服 武道服 這一套真的是 哇 說不出來的好看 手毛部分 因為沙漢是個毛髮非常旺盛的一隻角色 整個武道服上半身來講的話 皺褶感遍布的 超級俐落以外 加上這個腰帶部分 非常的加分 褲子的皺褶感也是 整個 我就是一個 帥氣 然後腳是穿著拳擊手套 拳擊手的 這一種 鞋子 這一次撒旦 超級經典 整體瓶架的五顆星 整體瓶架五顆星 這隻悟空真的是超級角度限定 因為 厚道的問題 裡面做的最差的 一定是這一隻 成人版的GTE悟空 那裡面 表現超級無敵優秀的 絕對是 烏浦跟老年的這個沙彈 這兩隻 非常非常好看 塗裝做工也都 蠻好的 然後超色的霧吉塔 整體的樣貌 跟環節程度蠻高的 那至於其他兩隻超賽的話 你就 可以在接受的範圍內 所以 其實 就了這一套 的評分來講的話 是烏浦跟 這老年的沙彈 這兩隻真的是 超級無敵優的 畢竟沙彈的配率又剛好 一中盒也只有一隻 那如果 你有在收 WCF的話 我也蠻推薦 你可以入手 畢竟 烏浦跟沙彈 來講的話 這兩隻 尤其是烏浦 是超級稀有的角色 年老的沙彈的話 角色也是算蠻少的 因為之前都是出 他年輕版的時期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掰掰